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重要的在整个会后的记者会上面 主席鲍尔也提到了 后续有暗示怎么样 可能这个升息的幅度会逐步的一个放缓 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出来 尤其他也讲了 他不认为美国的景气有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的一个讯息 也激励了昨天整个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同步的一个大涨 道琼涨了400多点 S&P500在科技股的领军之下 也涨了将近有3% 涨了2.6% 那更不要讲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 大涨超过4%以上 那这个备办指数怎么样 更是大涨将近5% 涨了4.75% 波哥我也看到了 即便昨天美股四大指数同步的一个大涨 结果怎么样 对台股来讲 却只演了5分钟的好球 因为一开高之后 最高开盘 最高来到涨111点 短暂的收复万五的关卡之后 然后怎么样 随即的往下拉回 在接下来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从原本的大涨110点 直接滑落到盘下 即便盘中拉上来回到盘上 但是在最终尾盘的时刻 又被打下去 即便最后 这应该是国安基金出手 稍稍的把这个跌势给收敛 不过最终怎么样 还是跌了29点 从原本的大涨110点 变成跌29点 尤其还是在美股 同步大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很多投资本 可能不理解 甚至于怎么样不能接受 那其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说过了 你要先认清 目前整个台股所处的 一个位置到底是什么 你认为它是一个回升 它还是一个反弹 我说以目前来讲 国安基金厂内 对 国安基金在厂内 当然对整个盘势 对整个行情架构 它绝对有加分的作用 至少它伸出了大手 它顶住这个行情 当你有利空来袭的时候 有市场不理性下杀的时候 这只大手会让整个下党 有一个强力的支撑作用 至少整个行情 再出现破顶 这样的几率不高 但是国安基金在厂内 是不是就能够让这个行情 从原本的一个反弹 变成是一个回升 我想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那为什么我说过 以目前来讲 即便国安基金进厂的这个行情 还是不能够从反弹变成回升 最重要的 我说这个盘面 还有太多的一个变数 对于景气面 对于资金面 还有太多的变数 那投资朋友可能会问 那还有什么变数 那鲍尔都讲了 那我接着下来 我可能整个联准会升息的步调 我会放缓了 甚至于大家所担心的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景气衰退的问题 他也认为没有这个问题 那还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千万不要被媒体牵着走 不要今天报纸也好 今天什么财经节目 告诉你什么 你就照单全收 这样子会很糟糕 我说我过去做研究员 当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研究员各位知道 要研究很多的产业 那每天也要去追踪一些媒体上面的 一些个股的一个消息 我第一天上班 我的前辈 我的学长 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你千万不要相信 你千万不要相信 媒体所告诉你的事情 你一定要心存一个怀疑 例如说今天你接收到一则讯息 某某股票今天有什么利多出来 你要先问 你为什么今天要告诉我这个消息 你为什么不昨天讲 又为什么你不明天讲 你偏偏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个消息 你不要照单全收 你一定要先问自己 他的意图是什么 就好比说 今天我相信所有的媒体都在告诉我 鲍尔讲 他接下来怎么样 他接下来要放缓升息的脚步了 你看今天不管是网路上的媒体 不管是平面媒体 甚至于是财经节目 电子媒体也好 大家都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力多 鲍尔就讲说 接下来怎么样 升息的步调要放缓 我这样说好了 鲍尔有没有真的讲过这句话 有 确实有 鲍尔讲说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 或许适合怎么样 可以放缓 放缓 升息的一个步调 我刚刚已经讲出重点了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 可是今天好像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未来的某个时点就是九月 已经有很多专家权威开始讲说 哇 你看吧 鲍尔都讲这样的话 可能九月 马上就会从原本的升息 三趴会变成一趴 甚至于接下来 十一月 十二月 也有可能就不升息 我在请问各位 我们要忠于原位 鲍尔有讲过这样的话吗 鲍尔有讲说 从九月份开始 我要放缓我的升息步调吗 人家原本就讲说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 这个未来的某个时点 是在什么时候 九月当然是未来的某个时点 请问十一月是不是 十二月难道不是吗 明年 明年是不是也是 未来的某个时点 你怎么那么肯定就是在九月 就第一个你要去思考 是不是大家有点想得太乐观 第二个 你要看你就看全貌 你要听你就听全部 你不要断章取义 鲍尔确实有讲过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 他要放缓升息的脚步 对不对 除了说他没有讲出 未来的升息的 未来的那个时点是哪里以外 最重要人家还讲了一句话 今天我看到所有的财经媒体 所有的专家权威 好像都刻意也怎么样 去漏掉这一句话 哪一句话 他在讲说未来 在某个时点要放缓升息的步调的同时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 他会不择手段 他会怎么样 就不择手段 就是怎么样 会采取更加激烈的一个升息的手段 人家说这股 不是讲说我在未来某个时点 我只是要放缓我的脚步 人家是讲了 人家还有讲另外一句说 如果有必要 他甚至于会不择手段 加大升息的力度 这句话没人说 当然他后面有补一句 一切怎么样 取决于经济的数据 但是一切看经济的数据 难道你那么肯定 这个经济数据一定不会有问题 让鲍尔要采取更激烈的一个手段 对不对 你要听你就要听全部 那你说没有 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没问题 拜登都讲了 CPI因为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之一 就是CPI CPI拜登就讲说6月就到顶了 9.1就到顶了 接下来会往下降 还是那个老问题 拜登说你就信 对不对 拜登讲那么多话 每一句话都真的吗 这第一个你要去思考 第二个 纵使9.1到顶6月 确实告了高峰 7月要往下降 还是那句老话 降到9也是降 降到7也是降 你认为会降到哪里 那我再告诉你 联准会的目标是多少 2 他认为CPI要降到2的这样的区间 至少降到4以下 他才能够放心 6月在9.1 你接得下来 你就算7月降 会降到哪里 这个你要去思考 第二个 你会说一定会很明显的降 拜登就讲说 黄小玉下来了 现在很多人告诉你 黄小玉下来了 油价也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CPI一定会降 没有错了 油价下来 黄小玉下来 CPI会降 但是CPI难道他的参考 一个数值 只有黄小玉跟 所有的油价吗 我请问各位 房租 是不是在CPI里面的一个要项 耐久财 包含像车子的一个车价 车子的价格 是不是也在CPI里面 一个很观察的一个数据 那我就请问各位 黄小玉降了 油价降了没有错 房租降了没 房租降了没 其他的包含车子的价格 耐久财的价格降了没 我可以告诉你都没降 所以你认为 你认为这个CPI它会降多少 这是第二个你要去思考 第三个 刚刚我们讲 鲍尔有讲 他不认为现在美国 有出现所谓警惕衰退的问题 现在当然没有 对不对 到底明天公布出来 会是政治负责 我坦白讲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的是未来 因为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我只看 好 就算如你拜登所讲的 CPI从7月份开始往下降 但是好了 CPI就算让你降 不要说降到8 7 让你降到6 降到4好不好 但是我过去也跟各位 讲过一个问题 这个数字虽然降下来了 物价会不会降下来 好了 你说黄小玉降下来了 对不对 黄小玉各位知道 面粉这些 对不对 小麦 小麦 面粉 那我再请问各位 过去面包涨价 过去我们吃的泡面涨价 甚至于你的牛肉面涨价 当时不都有一个理由 现在国际的原物料 这个面粉的价格 涨太凶了 所以我们不堪负荷 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涨价格 都有听过 对不对 那后来 黄小玉的价格 有没有下来 我讲过去 对不对 过去 黄小玉的价格 有没有下来 都有下来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循环 可是我就请问各位 当它涨上去的时候 它涨价有理 因为价格都很高 对不对 黄小玉都在涨 我不堪负荷 但是当它物价下来的时候 当黄小玉价格下来的时候 你几时看到说 蛋比从25块涨到35块 结果黄小玉价格下来 我降回去25块 有你跟我说 我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况 价格上去就下不来了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纵使未来黄小玉的价格下来 纵使CPI的数字下来 物价绝对下不来了 物价下不来怎么办 物价下不来怎么办 是不是老百姓的 一个消费能力就会下降 我说除非 今天物价涨50% 慢说50% 涨10% 除非说今天物价涨10% 你的薪水也涨10% 那么你说怎么没影响 但是物价现在涨了何止10% 我们就说一个鲁蛋 从10块钱现在涨到至少 最小的也涨15块 还有人卖20块的 20块就涨一倍了 对不对 15块也涨50% 其他里里里里里里里 对不对 你加一加 你薪水追得上吗 如果追不上 我说你的消费能力就会下降 但如果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下降 你说对GDP没有影响 GDP的四大影响要素 四个构成要素 第一个就是消费 你消费都下降了 你说GDP没有影响 我想 我想不出这中间的逻辑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变数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变数 我不是说一定就往不好的地方发展 可是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就好比说今天大家都刻意忘掉 鲍尔所讲的 如果有必要 未来我要采样 还是一样要采取激烈的生息手段 大家都刻意 因为我不想看到这句话 这句话太刺眼了 让人太不舒服了 所以我不要看 好了你可以不看 不看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做股票不能这个样子 所以我才说现在盘面上 有这么多变数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说前一段时间 大家一窝蜂的往电子股去冲 不是说电子股不能做 但是你不能把整个重心都搬到电子股 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存在 所以我说电子股可以抢反弹 但是你短档 你短线操作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帮各位抢了中砂 两三天就出去了 大赚出场 赚了十几块钱出去 大家都开心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报材 来东山来看 从我卖掉之后 对不对 最好赚的就赚起来 后面我卖掉之后有没有带涨 有啦 但是已经没有大涨了 甚至于今天 昨天跟今天连续两天都逃栽 对不对 你看 为什么我说是反弹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短打 你有赚到钱不是很开心吗 你把整个重心都 大波段的操作的模式里 用来现在 这不适合 你就没有多赚 甚至于你可能赚到又赔回去 就太可惜了 对不对 除了电子骨强反弹搭配以外 我说过最重要的 我说我们近期操作的模式叫什么 就是杠上开花是洗上加洗 刚刚我们说过做电子强反弹 这叫杠上开花 这只是一个搭配的 但是主体怎么样 主体我们还是以生计骨为主 为什么刚刚答案我已经告诉你的 盘面上变数这么多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使未来电子股 你说未来有一天 它确实会有走回升的一个机会 可是至少要等到这些变数消失 然后从原本在生计股的资金 慢慢的转慢慢的转 它才会转到电子 这需要时间吧 在这之前 你盘面上还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 你说这些资金会很快速的 从生计股移到电子股去吗 或者移到其他的产业去吗 我认为应该是不至于 对不对 你盘面上这么多变数 我生计股 我本身还是有一些避险 我还是有一些资金避风港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除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能够进一步的厘清 否则怎么样 否则生计股 我认为它终究还是盘面的主流 你不要说什么 结果论 来 今天这档股票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 今天这档股票最高 来到573块 对不对 距离 当时 6月30号的高点576块 只差3块钱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天高点虽然在576 可是收盘在520 可是今天收盘在哪里 今天收盘在569 你看图说故事 你也知道说其实就收盘的角度 昨天其实就创新高了 今天再创新高了 连续性的创新高 你说这不是主流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不是又很多人在讲药花药了 前段时间在整理没人讲 现在一涨上来 大家又在药花药 甚至把张军令又搬出来了 当然我说过好的股票 大家一起来参与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这个当然是好事 我也乐观其成 但是我这样讲 大家都在讲药花药 今天大家都在讲 创新高的股票 大家都有兴趣 对不对 可是有几个是真的吃得到 我敢跟你讲 多数人都是看得到吃得不到 我也敢跟你讲 这个市场上 这么多人在讲药花药 没有人像我们会员这样做的 怎么做 你是有忠实观众的 难道不知道吗 药花药我们来回做几趟 每次在300块 第一趟我们从300 也是三字头就买进了 后来涨到四字头左右 对不对 我们先出一趟 拉回我们再 就说这一次 第一次就不讲了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在350块钱 上下在5月23 5月24 6月1号 就在350块钱 上下大概10块钱的区间里面 我们就开始买进 对不对 后来一口气涨到哪里 后来一口气涨到576 我们干嘛 来 来来来 6446药花药 我们先获利出清一半持股 恭喜大家有拉回 我们再加码 6月30刚刚你看到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 我们在这一天 创高576这一天 我们获利出一半 后来拉回的过程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 记不记得 我在节目里面 有没有特别讲过 当时有一个6月营收来 6月营收好不好 6月营收开始是不好 有没有 6月营收只有2.76亿 比4月5月的3亿多怎么样 很多人说 你看拉这么多 月减20% 显见怎么样 这要啊要是痛风 灌水 回想一下 当时当这个营收的利空出来 要花要拉回的时候 我是怎么告诉各位 还记得吗 想一下了 广告时间想一下 下个节目回来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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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告诉时候 我说外行人是看热闹 内行人是看门道 表面上数字 哇那百分之月减 百分之二十 可是如果说你要去看它的营收结构 前面4月5月 之所以3亿多 是因为它有一个2亿 两个月刚好各有2亿 在欧洲的一个货款 它进账 所以它3亿多 其他的才是北美的市场 对不对 好 当6月公布出来这个数字 已经没有前面欧洲的2亿的 这个货款的一个进账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2亿多 即便比4月5月的3亿多少 但是它完全来自于怎么样 完全来自于北美的销货 这么多人在讲药华药 你应该知道 药华药接下来的重头戏是什么 它的血癌新药在美国的FDA 获得了一个是目前第一支 也是唯一的一支 治疗PVE的一个药物 爆发力在北美 在美国 如果说你这个前面扣掉2亿 你实际上去算 它来自北美的营收 跟6月份来自北美的营收 基本上其实是倍数成长 如果你看到它北美的市场 已经看到确实让你看到 它的营收是倍数成长 就代表它后面有戏 所以既然有戏拉回来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可是很奇怪 当时300多没人讲 涨到500多大家拼命追 追在500多拉下来的全部被震掉 当时拉回的时候全部被震掉 也没有人在讲药花药 今天讲上来大家又在讲 我说你可以去误误看我的会员 当时药花药拉下来 拉回到470 480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连续的买进 为什么 我就告诉你后面还有戏 有戏不是只有营收而已 还有欧洲也有戏 只是时间关系 我现在可能今天没办法讲 你可以去误误看会员 在拉回的过程 我们在这边高档的时候出一半 拉回的时候470 480 有没有连续的买进证据 当时我告诉我的会员什么 500块以下的药花药 都是买点 不管你买在470 480 就算买在500 再看一下今天股价哪里 今天股价收盘569 将近70块钱 你哪个没有大赚你告诉我 涨上来大家都在讲 奇怪拉回的时候为什么没能讲 因为拉回的时候 你不懂他的 你不够了解他的 你根本讲都不敢讲 576拉回到400块 跌了100块谁敢讲 但是我敢讲 当时我没有告诉你这些 你可以回去看 当时的一个重播代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所以我想不仅药花药 宝瑞不也是一样吗 宝瑞不也是一样吗 高档 追在高档来压回 现在没人敢 没人敢讲 涨上来大家又都在讲 义德不也是一样吗 我们的七月之星 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些股票 你想 同样的一档股票 为什么 做的人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有大资金 你千万不要今天看了什么 节目听了谁讲 就乱追一通 同样升级股 我说我从头到尾 就这几档股票 我也没带你去买美食 我没带你去买保龄附近 什么中天 什么合一 我都没带你去买这 都喝高档 但是我没买 为什么 不适合 所以重点在哪里 你要有专业人来带 尤其你有大资金的 所以 如果你认同 我这样的操作模式 最重要的 我说过你认同的 你有两百万资金的 你有两百万资金的 你不妨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亲自来帮你规划 我让你看看 有专人来规划 效果会不会完全不一样 两百万资金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金